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舆论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无名,全体无名,影迷讨论只能上真名 画风,王一博女友真惨 春节当电影之中观众们对于细节的讨论度最高的应该就是 无名了 原本因为黑子们的无脑尬黑 而对这部电影心从误解的观众们也因为识破了那些无脑评价而走进电影院观看无名 进而被电影情节所吸引 自发的为无名,证明了 无名的叙事手法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平铺直序 而是如同所有人上学时学过的倒序 插序一样将时间打乱 而其中对于人物,环境,语言之中的刻画也并非浮于表面 而是需要大家自己体会领悟的 一时间 网上对于无名的探讨声音愈发变大 有些影迷在一刷未曾找到细节之处 也都二刷三刷去了 即使他们观影的时间早于九点 晚于二十二点 是正儿八经的早处晚归 奈何,无名 这部剧那是巨如其名 整部影片除了那只在飞机上的柴犬 有一个完整的名字叫做罗斯福之外 所有人都是以性互相称呼的 这也就导致了太多影迷在观看之时过于在意电影本身 而忘了剧中角色该如何称呼 江书颖为什么要杀大鹏 他真的好连爱恼都被抓了还在在意大鹏 对他用刑王一博是不是我党人员呢 他女朋友死得好惨哪 王传君真不是个东西 不知道朋友妻不可欺骂梁朝伟怎么就暴露自己了 他不是卧底了五年都好好的骂周迅嫌弃黄磊的时候好好笑 黄磊真是个朴信男 怎么就那么肯定周迅会喜欢他 王传君和王一博怎么从情投意合到同事操歌的 他们原来不还傻不拉几的吸烟丸吗 如果是完全没有看过无名 这部片子的人看过这些讨论 会不会以为内鱼发生了什么大瓜是自己暂时还没吃到的 毕竟光从这些讨论来看 如果是真的 内鱼应该要变天了 毕竟不了解真相的的人 恐怕真的会以为 江书尹爱上大鹏 王一博有女朋友 梁朝伟在进行什么卧底行动 黄磊有外遇了呢 可这也没法避免呢 毕竟只有姓没有名 人物也压根没法分辨 王一博是叶先生 即使是在他的任命状上写的也是叶某 梁朝伟是何先生 周迅是陈小姐 黄磊是张先生 大鹏是唐先生 王传军是王先生 江书尹是江小姐 张静怡是方小姐 这些在剧中只有的出现频率极少 有些只提起过一两次 很难将他们的姓记住 如果在影迷讨论时用王来代称一个人 他是说的王一博还是王传军呢 倒还不如将演员们的真名都用上 虽然没看过影片的网友们看不懂 但只要看过的网友都能飞速地知道这是谁 从而进行讨论 无名者有姓无名 在那个年代 不要说名了 很多人的姓都是假的 虽然对于大家只能用演员真名来讨论 但这确实是最方便快捷的方式了 越来越多的人都走进电影院看 无名了 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都加入了演员真名的大讨论 希望不久之后 所有人都知道王一博为什么会和梁朝伟互偶 在第一次游戏里面看不久 是最后的汁 都没有带来 在这边的战略 还是装着 是最后的一位 线的战略 是最后的战略 是最后的战略